大家好,8月26号中国证监会宣布 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与美国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 签署了审计监管合作协议 将于近期启动相关的合作事项 标志着中美双方监管机构为解决审计监管合作 共同关切的问题迈出了重要一步 推进跨境审计监管合作 在遵守双方法律前提下实现各自监管的需要 对于提高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质质量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也有助于为企业依法依规开展跨境上市活动 营造良好的监管环境 依法推进跨境审计监管合作 维护企业境外上市渠道 畅通对两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全球的投资者有利 大家知道目前有280余家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 30余家中国的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在PC AOB注册 为中国在美上市企业提供审计服务 由于众多的外国企业在美国发行上市 提供审计服务的事务所遍布全球 PC AOB通常与境外相应的监管机构建立合作机制 对相关的事务所开展日常检查与执法调查 据了解PC AOB已与世界上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机构 建立相关的合作机制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逐渐深化 企业跨境上市和会计师事务所跨境展业日益频繁 中美双方监管机构都需要开展相应的监管执法合作 加强相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管 共同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近十多年来 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与PC AOB等美方监管机构 保持沟通磋商 尝试过多种合作方式积累了一些经验 但未能从根本上形成双方接受可持续的合作安排 据中国证监会介绍 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 是双方监管机构在遵守各自国内法律法规的基础上 按照对等互利的原则形成的合作框架 符合国际资本市场的审计监管合作通行做法 证监会信息显示 合作协议体现了三方面重要内容 一是确立对等原则 西条款对双方具有同等约束力 中美双方均可依法 依据法定职责 根据合作协议 对另一方辖区内相关事务所开展检查和调查 被请求方应当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尽力提供充分的协助 第二是明确合作范围 合作协议范围包括协助对方开展相关事务所的检查和调查 其中中方提供协助范围也涉及部分为中概股提供审计服务 且审计抵稿存放在内地的香港事务所 第三明确协作方式 双方都将提前就检查和调查活动计划进行沟通协调 美方需通过中方监管部门获取审计抵稿等文件 在中方参与和协助下 对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人员开展访谈和问询 美方不能单独入境 对相关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展开调查取证合同 这符合中国证券法相关的规定 对会计师事务所日常检查的一项重要内容 是通过查看审计工作底稿 检验事务所审计的质量 审计工作底稿是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审计工作的记录 主要包括关于企业财务信息的资料 一般不包括国家机密 个人隐私 企业的底层数据敏感信息 那近年来呢 我国的数据安全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的信息安全法律 陆续实施 相关的市场主体信息安全责任更加明确 操作上更加有章可循 企业无论是在何地上市 都有义务遵守本国信息安全法律的规定 那近期呢 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呢 完善了境外上市相关的保密和档案管理规定 对规范审计工作底稿信息安全管理提出明确要求 进一步落实了上市公司信息安全的主体责任 同时呢 也为企业和会计事务所依据法规保管处理涉密敏感信息 提供了更加细化可执行的职业 有助于在满足会计审计要求的前提下 做好底稿的编制工作 并依法保护相关信息的安全 那合作协议呢 对于合作中可能涉及少量的敏感信息 相关的处理 使用做出了明确的约定 特别是针对个人信息等特定数据 设置了专门的处理办法 为双方履行法定的监管职责 同时保护相关信息 提供了可靠的路径 那通过完善国内法律法规 规范市场的主体行为 细化监管合作 审计监管合作中可能涉及的敏感信息 将得到妥善处理 同时呢 这样的安排也有助于 避免敏感信息泛化 从而使必要的商业信息 可以畅通 那境内境外中介监管机构 可以正常履职 投资者能够做出恰当的决策 二十多年来呢 一大批中国企业 根据自身的发展 需要赴美上市融资 借助境外资本市场 赢得发展的机遇 也很好地回馈了全球投资者 中美签署审计合作协议 有利于畅通赴美上市渠道 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 符合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方向 国内外市场各方都期待两国监管机构 秉持专业精神 务实合作 增进互信 执行好协议 共同为企业跨境上市 营造良好的国际监管环境 为全球经济增长 增添正能量 现在我了解的情况 美国证券交易所SEC的主席 盖瑞根斯勒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他预计第一批检察员 将在9月中旬抵达现场开始调查 抵达中国 所以美国的证券交易所 第一批调查员 9月份抵达中国 这个协议签署以后 对像阿里巴巴 像百度大公司是受益的 为什么 它的估值将进行重新评估 它的估值很有可能会提高 实际上 这个协议具有里程碑意义 大家知道中国公司 此前在美国上市 有一个问题 就是SEC美国证监会 要求外国公司遵守PCAOB 对审计检查和调查 长期以来 中国的监管机构 一直担心这一过程 会泄露国家的机密 但这只会加大美国监管机构 遵守这一规定的压力 所以这一次和美国签署了 审计协议 实际上是保证了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权利 另外也保证了中国的机密信息 敏感信息不被协密 这个协议签署以后 多家科技公司 它的股票市值都在上涨 你像阿里巴巴 京东 网易这些大型科技公司 我现在看了一下股价都在上涨 实际上之前这些公司的股价 主要因为中美的审计问题 有的在美国推势 实际上出现了一个不确定性 所以它的市值在下降 现在来看 这个协议的签署 实际上保证了中国的一些企业 合理的一些市值的重新评估 我以前讲过 实际上中国和美国 在资本领域 在经济领域 是合作的关系 并不像很多人想 地缘政治上中美是对抗的 美国一直在地缘政治上围堵中国 在经济 贸易 还有金融领域 也是要围堵中国 实际上美国也需要中国 经济领域 美国和中国有很多合作 这次签署审计协议 就体现了中美的合作 中美是既有竞争 也有合作的 同样美国也让步了 美国能签署这个协议 美国方面也是做了让步 中国方面也是做了让步 中美都在交易 都在合作 中美国的协议 有设计